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动漫三分钟 我是你们的豪哥 老龟家是咱们的猜图环节 大家可以猜猜视频中 影影出的角色他是谁 答案将在本期的视频末尾处揭晓答案哟 一定要看到视频的最后时刻 猫和老鼠这部动画 自上个世纪在美国首播以后 到如今已经快要80年了 剧中以简单的画风 主角之间无厘头的搞笑战争 风靡了整个世界 在猫和老鼠这部剧中 除了作为主角这些动物外 还有几个人类的配角 那就是他们的主人 今天好哥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汤姆所经历过的女主人 第一个粉色连衣群女主人 这位女主人大都是在 汤姆犯错的时候才会出场 每当汤姆闯祸的时候 这位身穿粉色连衣群 妖际围裙的女主人 都要臭骂汤姆一顿 也怪汤姆不争气 每次在汤姆抓老鼠的时候 倒表现出比哈士奇 还要强的拆家功力 但结果往往是家被拆了 老鼠还没抓到 虽然是个小资家庭 但是这位女主人 也经不住汤姆这么败家 难怪脾气这么大 第二位蓝色连衣群女主人 这位女主人 在奔三的路上 已经快走到尽头了 她和她的先生 除了有汤姆和这只猫外 还养了斯派克 相较于第一位单身的女主人 第二位女主人的身价 显得更丰厚一些 毕竟家底可以顶得住 两只宠物的疯狂拆家 一般人还真比不了 这位女主人在脾气上 也更好一些 可那是已经结婚的原因 平时不管是对待家人还是宠物 总是一副很耐心的样子 第三位蓝紫色连衣群的女主人 第三位女主人 吨位比较高 目测是两位女主人 加起来也比不过她 最关键的是这第三位女主人 她是一位黑人 要知道猫和老鼠 这部动画的制作年代 关于有色人种的问题 在社会上还是很有争议的 所以说这位胖胖的黑人女主 能在剧中短暂非常非常短暂 可能不到一秒的露脸 豪哥也给大家截了出来 这还是非常不容易的 好了 现在豪哥也公布本期的猜图答案咯 小伙伴们 你们都猜对了吗 小伙伴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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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伴们